那這個就是發發在變的 那以前就是這樣 鐵路線經過上下坎坊 那這個到大塔山的地方 這已經進入鐵山林帶 還把2500公尺以上已經進入鐵山林帶 這個是我們明天要上去的 或後天要上去的地方 這個都是大殺人快露出來 然後這個在以前草圖沒有這樣的傳說 後來你們看到在電視上在什麼 包括那個外國來做的 Jagra來做的那個節目 那些都是後來編出來的 你知道自從整個最後二、三十年的 台灣接收交易什麼的星期以後 我們以前帶的那些原住 他們也學會怎麼樣編神話 編到給你 尤其那大家人有空一空 大家想說 雖然我們都聽了 所以現在你懂得懂得懂得懂 雖然很好 雖然其實是很複雜的 這個就是那個整個硬的殺人快 從那裡看下來 我們現在就是整個阿里山 整個阿里山沒有任何一座山 叫阿里山 它是一個阿里山區 從這裡第四分到進來 我爛就是掛在這裡 掛在這裡 掛在這裡 這底色區 然後走過來 進來 要進去那個 進去裡面 這裡有個門 那進來 有一個這我們沒有 沒有下去 我要往上 來到了招品 就是這裡 這就是要到來 塑正宮 然後阿里山格 然後 烙京這邊回來 我們只是這樣走一趟 那姊妹子丟在這下面 這樣而已 然後這一條線 以上到山頂 就是 點柏林 你有體 以下 就是紅塊林 第一分到 鐵路上來第一分到的地方 就是開始出現紅塊 阿里山是什麼 就是側茶樓 就是外幕林 走上不歸路 不過 大概就是這樣 這就是 那個 那個 第四分到 我們住在這裡 我看哪一棟 大概是這一棟 我看哪一棟 然後 這個就是那個 宿舍區 阿里山格 壽正宮 在這裡 你有沒有 招平 然後 這我們 繞一圈的這個結果 這個 剛蓋好的 李社 我們住的地方 現在整個又 形狀又不大一樣 原來的高峰 我們住的地方 那外面 高峰的旁邊 有一棟就是 紅塊 喊下來 下面 就做倉庫 你們可以進去看看 可以爬上來這裡 就在吃飯的旁邊 你可能沒看 那一棟 一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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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個高峰裡面 差不多三四棟 很麻煩 每一棟 就這樣 這兩千里 然後你在高峰的樓頂 它有夕陽 它有夕照 那看到的就是什麼呢 那這邊是西邊 這個當然就是 大塔山到小塔山下來的 零線 那這邊的銀幕 也要做幾台 你們可以上去看看 下午的時候 我們就住在這邊 那現在這個已經換了 銀木機又改掉 就是在這上面那邊看 現在又改這個東西 這個又拆掉了 以前1976年不是火災嗎 把日本的全部燒光以後 然後1981年 新戰完成 就是中國式的宮廷 這就是阿里山車站 招品車站 那921的時候 就是有裂開來 其實我看起來是還可以用 但是他們就把它全部都拆掉了 這是我第一次來 32年前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就在這個地方下車 那當年的那個舊的火車 舊的18號還那個時候 如果這裡有鐵道 你就知道哪一個火車頭幾號 哪一個什麼特色 當時這個還在跑 你看這30幾年前的阿里山火車 那後來921之後 他們就把它拆光了 這就是阿里山車站 現在蓋了這個新的 第四分道的車站 這是標準的日本人來做的 喔 做到賈丁金就給了 這就是現在新的 第四分道的車站 然後我們是從這裡進來 那這裡有一個全國最高 最豪法的郵集郵 在這裡 這間郵集郵 陳偉强不是在哪裡接收嗎 原來這個也要拆掉 這些全部又拆掉 又重做 現在這些石頭呢 你現在腳下手採的 每一塊都是從中國買來的石頭 那真的金的角拆出來 你都不知道啊 你看那牆壁 那些前面都是從那邊金的寶寶來的 那這間阿里山贏掉 然後從這裡進來 現在這裡已經不見了 你也看起來不是新的啦 所以啦 你的門閨女啊 你今天來看的啊 不用緊了 又會換新的 好 可以 在這裡走進來 走進來的時候 沿著這個步道 這裡有一棵 這棵就是電行的扁駁 我以前會在這裡做一站做解說 那旁邊一棵 湯的下面有一棵紅炸蜂 紅炸蜂 我會解釋那個蜂的那個生態 就是這一棵的扁駁 扁駁你看 基本上是一棵層 紅筷呢 比較會癢癢 這個是這樣 而且它是翠綠 到冬天還是綠 那紅筷就會紅紅 紅筷是劈一船 這樣劈出去 而且枝條比較柔軟 有一點紅 尤其像現在東天是比較紅 然後 我們不是經過0.5K嗎 從那個管治哨 管治哨一進來以後 叫做駐山林道 管治哨那裡是0K 走到這裡是500公尺 旁邊會有一個標誌0.5K 這裡這幾棵 就是當年留著剩下來 我就在這裡這棵 會打算 這棵可能有二三 中的復生職務在這邊 但是這幾棵 其實已經已經老化了 對不對 不然以前 台灣的紅筷也經常是 這個尾端都是白白的 這是因為生長季長高 那因為太高 功力太強 以至於冬季都會刮死掉 其實它很難健康的 不能說到這樣死亡 這因為這樣的關係 還埋住下台灣林業界的一大污點 但是現在都沒有人敢講 他們都不願意承認 這就是我們下午看到的 那這一個地方 你就可以看出來 這是接近西谷地 這個其實就是排水溝西谷地 所以西谷地都會長紅筷 都是長紅筷 這是典型的一個阿里山長存的 小小的幾顆在那裡 然後它的右邊 那個有一個現在也砍掉了 原來有一顆 紅筷在那邊 那這一顆也寄掉了 上面就是鐵路走的地方 那我們走到一個要轉彎的地方 本來這裡就是應該進來這裡 看什麼 沒有 看沒有彎的地方 那現在呢 去幫你圍住 現在在搭步道 搭戰道 我就跟他說 聽一聽 以前 我還有在管阿里山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工程不敢這樣做 他們還會來拜託 陳老師 拜託了這條文哲啦 因為他怕我會給他揭露出來 最近 差不多十年來 我想他們會很感謝我 都沒有罵到 實在說 那實在是感到很厲害 從這裡起來 哪裡起來 我們那個時候都會帶來 帶人來這裡解收梅園 然後看看以前被砍掉的 這個幾個宿頭而已 本來有很多指頭 都拿了之後 所以 穿這裡 穿這樓 開始介紹梅園 我們那個資料都有給你 個人寫 NIDP從哪裡來的 沒有梅花的梅園 中天那個肉葉 然後呢 接下來上來就是到 整個阿里山賞英季節 最有名的這個集野園的這個 哇 那真的是漂亮 尤其你看那個花瓣 整個掉落的時候 踏發飛去馬蹄箱 這個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 然後我們到達極木柱 在極木柱這裡 原來這一棵就是台灣山 那種種 本來是花瓶 這就是 那個東西它就流淚 這棵不可以做 做得到這裡要撿台很麻煩 那撿台怎麼撿呢 我們仔細來看 這棵就是這種台灣山 有沒有人今天在慈音寺旁邊 我告訴你 那手袋乾淨 如果有話說 那就是台灣山的花瓣 就是這樣 很小顆 那紅花瓣 的花瓣 一顆就是 0.5公分左右 裡面大概幾十顆種子 一個種子不到0.1公分 這樣長成一顆 7.5公分左右 是沒有那麼大棵 你想想 三千 人事百代 我經常這樣說 一張小子 審木一張小子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三千年來 那個地方 期內見過 五、六十變 九里大地人 還有家鄉 差不多兩千變 大台風 該地都安然無恙 所以這個 這本來就是台灣的守護神 就是這些摧殘掉了 然後台灣的水資也開始出現困境 然後現在我們都用地下水 操縮地下水 我們真的是殺雞取卵 而且呢 向世代呢 守起 那那個 陳醫生在這裡跟你介紹 那陣子來死去 這是在那裡調查 後來 第一 日本時代呢 在日本時代 就在這裡有個那個廣播 廣播 他們的廣播是這樣 集點集點 就是在這裡廣播 後來光復以後 就變成一樣 變成這個聯絡戰 那也就是有一段時間 就是 張金雅小妹妹 你的面快要爛掉了 這個樣子 當時呢 在這裡還掛有 蔣總統是 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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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的救星 什麼 蔣公司 這就是 放鬆在那裡 你會默默默去 在這裡 當年是這樣 看到 這個集財 你們在問的問題 集財 這個集目住在這裡 就是這樣調 你看到沒有 這裡一支的檔 這裡有一部集財機 在那裡調 我為什麼指著那個集財機給你們看 你去看看集財機總共有多少輪子 就是 那個啊 要像那個攻擊鏡裡面 那一個 在陷害那個 那一個 在地圖在操作 你才有操作 那些那些人 我 研究幾部 看都沒有 就要來 操控 當然 任何人都會操控 只要你去 去學就會了 那 你看你當時都在這樣子的 一木材 對啊 但是 這個線 那一支 我給你們的講義友啊 我有去把它整個解剖開來說 怎麼樣拉 怎麼樣拉 但是那個看不出來 那太複雜了 然後 當時的這個鋼手鋼線 如果我在現場告訴你 有幾個幾個 中間還有一條棉繩 那個繩就整個浸泡油 那個油很濃的油 然後呢 經常在拉拉的時候 一拉拉 就把那個油擠出一點點 擠出一點點 幫他潤髮 幫他 這樣才不會很快 就秀掉 爛掉 你知道嗎 你看一支都鋼手的 這個做法 有幾薪 幾薪的 有特定的 我們特地把它點燃啊 你看經過幾年 這一條鋼手 既舊要到一百年 那一彎 尖尾到後 就要鎖到一彎 你知道嗎 這個有擠骨的 中間這一條 這一條鋼線 這一條 就是黑油的 旁邊的一隻 這個極材機 你們去看看 蒸氣極材機到底 其實這一部 根本不是阿里山的 原來阿里山的極材機 比這一部還要大 力量兩倍 這隻是哪裡呢 田田山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 因為阿里山整個臨場 通通結束了 那個舊油的這些 通通拍賣 拍檔故鄉 不得了 然後才要發展觀光 發展觀光 他們想說 對我當年年夜 這個要有那個 蒸氣極材機 就好那個時候 林田山砍也差不多了 他們也不要用了 這隻一萬塊 阿里山請跟林田山 賣回來的 所以放在這裡告訴你 阿里山以前做這個騙鬼 這個大家也沒有人知道 到民國民國初年 到民國四十年 開花阿里山時 以這個什麼什麼 啊 你去看好啦 那個 包金的蝦 可憐麻婆瞎敗 然後 旁邊不是 也想坐在這裡 給你們解釋 這個右邊這個 就有一期就專門做一夜 以前 一夜藍在台灣的 外木物林帶的石壁上 到處都是 全台灣都是 這是陽性的 那為什麼叫一夜藍 因為他先開花 開完花以後 就長一片葉子很大 那一片葉子下面有個甲球基 下面也有個球晶 他是 顯光和中央要儲存在那裡 然後 春天出來開花 這個 這個也很好 他的花的比例太大了 一夜 那這要加出名 加出名 我們知道這是兩側對證的花 中間這種花 聽說藍花這樣就是很容易吸引昆蟲等等 這個要吸引昆蟲 那旁邊這裡呢 那就是剛剛葉小端在那邊講說 他爸爸來敲鐘 那這個就是當時的阿里山工作站 工作站在這裡 現在這個都已經會氣了 然後後來 旁邊又可以蓋一個那個什麼廖望台 那都假的那都不是這些 那都不是這些的 那是一個樣子而已 然後也不讓人家上去看 沒有沒有 這都後來這裡全家的 那旁邊沒有一個小端在這裡 那以前的招坪車站在這裡 其實蔣介石這個項立在這裡 他比我晚一年才來 我1981來 他1981 這個是誰做的 你知道 那個梁宇大王 曾鎮榮 他已經死掉了 他就是現在的嘉義縣長 就是那樣來的 他們來這裡 這個地方 以前最主要是總共有多少的 這裡有修理工廠 有那個機關鋪 有什麼廠 非常多工廠 然後這就是鐵路總指揮 從1927年開始 這裡就整個阿里山的總靈魂地段 然後那些部落等等 那些陳業霞的家 他們就在這 這後面這一區 舊的這個旅館區 商店區 聽到在那裡 那個就燒到三半幾號 所以來到這招品 你看 他比我還晚來 他拿手上拿一個帽子 有沒有 他人習慣 他人像這樣 所以有一年 我們這個 那個時候 剛研究所成立 帶來研究生來這裡 做研究 跟他們多解說的時候 恰好 終於是還在 這些研究生 我說 來 排一排 每一個人要拿著一把 一個帽子 你看 都有帽子 都這樣 有沒有 沒有帽子的還要這一點 像 這個 像偉人自盡 其實 其實 在日本時代 前面開法的時候 就是這樣 這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魚都屁股 是 我在用這樣看 目如微貌 你真的 做了就是這樣 你看 這已經到東方後 最後在殘財處理的 這就是文財處理 這就是 現在已經已經翻新了 現在有一個新的車站了 已經剛蓋好了一個新車站 這個是民國五十五六十年的時候的 舊的 鑿田車站的時候 那種呢 這間就是陳業霞 家裡 核心商店 他是在這裡生的 年紀五十五年的時間 1976年民國六十五年 不曉得誰放火的 那些阿里山小到外 就是這樣 我另外出了一本書 《火龍119》 就是專門這個世界 後來這個地方 昭平還是一樣 這個地方就 廢棄掉了 那個 居民都趕走了 但是 他們原來神湖 去東明還是誰 他們這裡 原來想要看大理館 但是因為火災抗爭的關係 你知道當年抗爭 國民黨怕誰你知道嗎 怕中國 中共只要說 當年 中共的廣播 台灣都還聽得到 這個蔣介石是怎麼樣的 對台灣 台胞是怎麼樣的摧殘 怎麼樣的內帶 什麼人民 他們是反正就罵來罵去 啊 所以呢 阿里山人當有抗爭的時候 傳到國外 也變成中國在打擊蔣介石的 所以是這樣層層的關係 變成了中國罵蔣介石 那蔣介石就會對阿里山人好一點 很好玩 這個整個的 那當年的 所以在這裡呢 後來的變遷過程當中 他有過 我那有給你寫一點點而已 原來是修理工廠 這個機關庫等等 那後來呢 這個房廠也變成什麼 你知道 在滑木時間啊 欸 阿里山進來西蘭 那西蘭的時候 西蘭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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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這裡 那後來呢 有一段時間 還要有八十幾年 阿里山去想到什麼 在這個地方 那個空地 就把那個 廢氣的 不用的阿里山的車廂 在這裡蓋了一個 車廂禮館 車廂禮館 哇 那個有一個記者叫 星代 他就跑來住了一下 他說 他說 我說住的結果如何 他說 好陰冷 我說哪管那裡是 哪個哪個的啊 他說才知道 這個就是以前 招屏車站 民國六七十年的招屏車站 現在都不見了 現在蓋了好大的 這個 還有地下室的這個 這個西蘭車 招屏車站 以前是這麼小 更早日本時代 是木頭做的 那後來民國四十幾年 就改成專造了 那在這個招屏車站 後面有阿里山五木 阿里山五木就是什麼 洪派北伯 華山松 鐵山 跟台灣山 鐵山 鐵山 華山松 那個洪派北伯 跟台灣山 這個叫做阿里山五木 五種正業術 那一棟一棟 後來就是在前年 為了蓋這個車站 把那五木也都挖光了 現在很多改變 我們隨時每一次來每一次都在改變 這個就是現在你們看到的 正在司空的時候 我有跟你們分日期 這個就是以前 車廂離館 還有阿里山火車離館 十 還有一棟七十三年 有 1985 1985 旁邊還有古老的火車頭短視 這23號 現在這裡都不走 那經常換 這七頓的機關車 什麼車 你們有興趣的 專門這個書也太多了 這阿里山的火車是很出名 因為這都美國的 尤其像這一類東西 不是說台灣 而是全世界共同的文化的東西 它的最迷人的地方 是直立式的氣缸 是怎麼樣轉動 是什麼 鐵道明的 車廂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火車要的 本來阿里山這裡 飛修之後就做公園 做自然公園 包括從美眼上來到 整個招品後面這一段 就是核心的地方 以前真正阿里山的紀錄所在 那當時要來跳齊華拉霧霧 我來的時候已經沒有了 已經就是這樣了 我到的時候 已經是阿里山的第三階段 開始徹底走上商業化 因為日本的整個不見了 1981 我1981來到這裡 恰好是最最新世代的這個 是阿里山的 是阿里山的 是阿里山的